大家好 咱们老早以前大概两个月以前 说过一期全世界抗议 说中国上半场 世界下半场 那现在咱们在 现在到下半场了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看下半场 这个各个国家抗议的一些成绩了 这个再早点就说 那没意义 它还成全在变化 但是现在这个全世界的抗议 应该说是大的趋势 已经是很明显了 比如在亚洲 亚洲除了一个印度以外 那其他国家包括中国 那应该是已经处于扫尾阶段了 在欧洲 欧洲现在除了一个俄罗斯 那还是有些问题的 那其他国家呢 当时最严重的意大利 西班牙这些国家 现在都处于解封状态了 那么在美洲 北美洲 北美洲就是美国和加拿大 加拿大现在已经处于解封状态 就是现在工作重点已经转到 在解封的时候要采取什么措施 避免这个疫情反复 美国呢 看着人数多 挺热闹 但实际上已经连续多少天 它也是感染人数 或死亡人数是逐天下降 这大趋势已经很明显 拐点已过 南美洲 看着这个巴西和秘鲁 现在感染人数还是居高不下 但是大趋势也已经很明显了 比如说巴西 在五月上旬有连续13天 每天确诊人数过万的高峰 但是到五月下旬六月初 它又出现连续十天 每天感染人数低于一万人的 说明它大趋势已经很明显 它是在走向控制走向结束 所以到这个时候 你看看全世界的这个 各国的疫情 那才能说明点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怎么看呢 这个疫情有各种指标 这个各国家每天报告的 有感染人数 有住院人数 有进ICU人数 有死亡人数 有治愈人数正多 但我说啊 首先感染人数意义并不大 因为你这个国家 如果它检测的人多 感染人数自然就多 有的国家它感染人数少 并不说明它得病的人少 那就是它手段跟不上 那有意义的呢就是 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之比 你感染一百个人 死了多少人 这个才是有意义的 那应该死多少人呢 应该死5%比较正常 那么如果它死的超过5%啊 说明它这个策略呀 手段呀等等 是有些问题的 如果低于5% 那就相反了 说明它这个应对呀 控制呀 措施呀 手段呀 都比较及时 都比较有效 咱们就是从这个死亡率上来看 各国的这个成绩 而且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们做了这么一个统计表 这统计表呢 是世界上按确诊人数排的 进入全时的国家 所以它是在世界上 是有代表性的 你看我们这表呢 是这几个数字 确诊人数 死亡人数和百分比 那么这几个数字组合起来 才有意义 如果你单看确诊人数啊 没什么大的意义 因为一个国家 它检测的人多 那么确诊人数就多 如果它力量不够 检测的人少 自然确诊人数就少 因为美国它3亿人 所以呢 它又检测了几百万人 所以出了一个确诊人数 175万 看着很惊人啊 如果另一个非洲国家 它一共全国就100个核酸核 检测了100人 出了50个确诊的 你能说它全国 只有50个确诊的人吗 所以必须确诊人数 要和它的死亡率挂钩 就是100个确诊的人里 你治好了多少人 这能看出你的工作的强弱 那治好多少人算合格呢 应该说死亡率5%是合格的 为什么是5%呢 这最早2月份 世卫组织到中国考察之后 它对新冠病毒有一个30点的认知 就是新冠病毒特征是什么 其中有一个 80 205 是新冠病毒的特征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假如你检测出来 有100个人感染了 新冠 那么有80个人啊 它会自动就好了 尤其是年轻人 它有的甚至都没什么症状 过一星期就好了 剩下20个呢 比较严重了 要进医院了 这里边呢 经过医院的支持性治疗 有10个人也好了 那还剩最后10个 那是转成重症了 要进ICU了 上呼吸机了 这个10个人按照 国际公认的标准 救治率 抢救回来的成功率是5% 所以最终这100个感染的人里 死5个 那是比较正常的 那么一个国家 如果它的死亡率 多于5% 那它一定做得不太好 有点什么问题 如果低于5% 那说明它各方面防疫 是做得比较好的 我们就看看 这是前十个国家 第一个美国 确诊人数 惊人的175万 死亡人数 也很惊人 10万 但是呢 它的死亡率 并不是太高 5.7%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它 它的医疗资源 还是比较充裕的 没有受到挤占 我们知道它 最后开了几条 大的医疗船 就都没怎么用 后来开走了 那排第二位的巴西 巴西呢 后来居上 感染人数 39万 死亡人数 25000 死亡率6% 嘿 这个巴西 它死亡率 为什么这么低呢 你不能说 它的各方面 工作都做得很好 巴西的这个 这次表现是受到并购的 所以这咱存个1 到后来说 它为什么这么低 第三 是俄罗斯 俄罗斯呢 也是后来居上的啊 现在已经排世界第三了 感染人数34万 死亡3500人 它的死亡率只有1% 这一方面说明 俄罗斯啊 它这个疫情控制的 还是比较好的 我们都知道 它一开始 它就封了国界了 禁止各国的人入境 在一个俄罗斯的医疗水平 也比较高 所以它的死亡人数 比较少 但是它这个1% 仍然低的 有点令人生疑 再下来 我们进入欧洲了 第一个 西班牙感染人数28万 死亡29000人 所以它的死亡率 11% 凡是超过10%的 我们都用红色标准来 说明他们的死亡率太高了 接下来 英国 26万人感染 37000人死亡 死亡率14% 再下来 意大利 23万人感染 死亡33000人 死亡率14% 再下来 法国18万人感染 死亡28000人 死亡率15% 它排世界第一 那么这几个国家呢 你不能说它 这个不富裕 你不能说它科技水平不高 但是呢 他们都是超过10% 这说明他们的抗疫啊 是有问题的 现在 大家基本上看出来 就是初期不重视 也不采取强有力的手段 都是到疫情大爆发的时候 像意大利 每天死亡两三千人 那时候才抓紧封城 采取措施 现行 那时候啊 就已经晚了 当然这几个国家啊 你也不能说完全都是因为它的 本身的抗疫的问题 它有个客观条件 就是这些国家都是进入老龄社会 就是老年人比较多 这个新冠病毒呢 我们看它有个特征 年轻人得了 有时候确实就像得了个流感 他就自己就好了 但是老年人就看不过去了 所以呢 这几个国家 它死亡率就自然就高 但是再下来 这个德国比较奇怪啊 德国感染人数18万 但是它死亡呢 8300人 它的死亡率是5% 跟这上边4个国家正好形成对比 因为德国你不能说 它跟这几个国家不一样 他们GDP都差不多 发展水平都差不多 但是它的死亡率要低一半 说明德国确实是抗疫工作 做得比较好的 所以呢 德国总理默克尔都当了20年总理了 仍然下不了台 人家就说 他这次在疫情中 他的领导也是比较得力的 接下来是印度 14万人感染 死亡4000人 他的死亡率3% 再下来 毕卢 感染12万人 死亡3450人 他的死亡率3% 这个我们再反过来 加上台上台 第二的巴西 6% 所以这三个国家是比较奇特的 这三个国家呢 都不发达 都不富裕 但是他们的感染死亡率呢 这么低 那你不能说他们的采取的手段 比这些其他国家 更先进的国家 他有什么更好的啊 尤其是像巴西 他的应对 更得到更多人的并购 巴西总统 从头到尾都不重视这个疫情 也不采取有效措施 但是呢 他的死亡率就是这么低 所以科学家们研究来研究去 也给他找到了一条 结论 也给他找到一条依据 就是说这个病毒啊 从最开始 2月份 1月份爆发的时候 它的毒性最大 然后慢慢到 5月份 6月份 它的毒性在逐渐降低 所以这三个国家 巴西 印度 秘鲁 它有这个因素在里边 就是毒性到这些国家的时候啊 它已经 毒性降低了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啊 一是因为这个新冠病毒的毒性 在逐渐减弱 第二呢 因为已经到了夏季了 这个高温气候呢 也不利于新冠病毒的传播 因此在世界范围内 可以说大局已定 那么在夏天以前 全球基本上战胜 此次的疫情 应该说是有把握的 那最后 我们再补充一点 就是这个图上没有中国 中国最开始在1月2月 那是全球瞩目 感染人数8万 那是全球第一 但是现在 在这个名单啊 中国已经掉了10名以外了 现在大概比加拿大还靠后 应该是第15第16名了 但中国的数据呢 拿出来跟上面这10个国家比较一下 还是有点意义的 中国最终感染人数是8万5千 死亡呢 是4600 死亡率是5% 这说明 中国的这个抗疫啊 还是很成功的 因为当时 中国呢 比较早 这个病毒的毒性强 是一 第二呢 那时候人们对这个病毒呢 还没有多少经验 等于是 中国是处于 全球抗疫的最前线 所以能达到5% 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 不错的 停止了 稍后 稍后 继续